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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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禍源就是董建華年代的孫九昭 曾蔭權就睡了幾年 到了2007年突然間只剩7000個公屋單位 自嚴夢初醒 知道問題嚴重 就追趕回 你現在每年可以去到近2萬 都是由幾年前開始追趕而得到的結果 我們多次建議政府房屋供應和土地供應不中 解放軍佔了我們2700公頃的土地 可以住超過100萬人 你動都不敢動 粉嶺顧耀夫球場 你現在就在說什麼 大嶼山發展 有些要填開不知幾多年之後 還有大部分這些土地是航基噪音的範圍的 你現在就因為第三跑的問題 將航基的25個NEF等量線扭曲了去改變 有部分是剛剛去年歸納了在25個NEF之內 就成為噪音的影響範圍 就不適宜住人的 所以你現在看回政府那個急就章 你什麼大嶼山的委員會有多少個在大嶼山住 他們認識大嶼山呢 全部都是眼睛有銀子 那些 剛才局長說到好像很體恤那些中產的情況 你的劏房怎麼計算啊 你的團地怎麼計算啊 你的劏房 當然那些劏房不是中產的 當然有些中產都住劏房的 即是說到悲天問人 你真是要做的 你釋放些用地 很快用的 解放軍那些 直接在這裡了 空置單位 你去錦田看看解放軍那些宿舍 半空置的 我已經拍了相片了 已經 沒有人在這裡的 插住了些位 生人霸死地 是不是 你真是要做的 你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 佐敦也好 去到韓民田也好 大部分解放軍那些佔用的土地 都是空的 空空如也沒有人的 為什麼不拿回土地給香港的市民 你說起動九龍東 應該停止那個 體育那個complex 浪費了那些土地 應該用來蓋這個 政府總部也好 用來蓋這個商業樓宇也好 那裡可以蓋多少個土地 令到香港的商業發展 可以跟整個九龍東串連 要蓋一個大白象 蓋一個大白象 蓋一個體育城 蓋一個體育城 這樣是錯配 這個是香港 最後一幅 這麼大幅的 珍貴的市區用地 你用來蓋體育城 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區 因為好像香港這麼錯配 還有盲目的 這個是糧粉的利益輸送 其實這個追上去 就是董建華聯絡 主席 記錄障礙案可以了 不用去回答 局長你有沒有簡單 記錄障礙案 看到政府規劃上的盲目 你的意見當然會記錄了 請你簡單一點回應 主席唯一一點就是 啟德的規劃 其實大家看回都知道 這個規劃是很長時間 多方面 在我們上任之前已經確定了下來 主席未確定的 可以隨時改的 規劃圖可以改的 未起都可以改的 下一位 張超鴻宇